12月22日 岳云鹏在社交平台 晒出两张饺子的照片 并配文都吃饺子了吗 作为爱吃饺子的岳云鹏 在冬至这个吃饺子的日子 那肯定少不了饺子 而且还是两种不同线的饺子 看到这一幕 有网友表示 应该问二哥吃没吃到饺子 二哥刘晓婷 也是无奈地再次躺枪 想必二哥已经习惯了 毕竟只要师父吃饺子 或者发饺子照片 二哥肯定就是吃不上的那位 不少网友看到这条评论 也都满意地离开了 不得不说 这届网友实在是太坏了 当然也有细心的网友 发现小月月的IP显示 是在上海 网友们也纷纷猜测 小月月应该是参加 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了 毕竟在之前 东方卫视已经公布了 跨年晚会的演员名单 二哥怕是想吃 也吃不到 当然除了网友 德云社的师兄弟 也来凑热闹 张鹤帆在下方评论道 哥吃饺子有味吗 看到张鹤帆的评论 不少网友表示 还得是你 反正我吃的饺子 没有味道 不得不说要说损 还得是德云社演员 就像孟赫棠说的那样 说相声的哪有好人啊 看到月云鹏 能去上海 参加跨年演员的排练 估计月云鹏已经转阴了 就是不知道东方卫视跨年月云鹏 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精彩节目 而且最近有网友爆料 今年的春晚月云鹏 将和于谦一起参加 央视春晚的演出 就是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节目名字都已经出来了 估计是假不了 在去年 虽然月云鹏没有上春晚 但还是有两个月云鹏的热搜 不得不说 月云鹏的人气 真是很气人 今年相信 月云鹏不会让大家失望 你们觉得呢